早上好 我是嘉旋 欢迎收看7月19号的百歌城报 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看到所有报纸的头版都以致敬的刊登同样的新闻 说的就是男男性爱短片 事件从6月中旬爆发到现在过了整整一个月 警方的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 这场导致公正党两大派系公然开丝的风波 把大家都变成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究竟真相是什么 全国总警长阿杜哈密就披露 经过鉴定后确认男男性爱短片是真的 但影片中的人物是谁则无法百分之百鉴定 另外根据阿杜哈密文告知 此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某政党内的一名领袖 而这名领袖花了数十万令吉故人散播性爱短片 以羞辱以及打击某人的声誉并激起了社会的愤怒 他也重申这起案件并不简单 无法一两周内完成 不简单这三个字 让案件真相在呼之欲出之际 却也显得迷离偿谎 而如今案件还未落幕 马来西亚《前锋报》就演述消息说 首相敦马将会在8月11号的哈芝节过后 进行内阁改组 至于有关内阁改组 是否是敦马计划移交权力给公正党主席安华的一部分安排 消息来源不愿意进一步说明 紧透露敦马是在经过一年多的评估之后而做出调整 政治观察员也把副首相万阿兹沙视为一个指标 也就是如果阿兹沙卸任富奎一职 意味着安华是时候出任首相一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敦马昨天被问及会否因为公正党的内部问题 而延迟移交政权 敦马一句到时候再说 留下了许多的悬念 换个焦点 国家高等教育基因局PTPTN 去年公布每月扣心制引起反弹 在过目人民反馈报告之后 教育部预料将会在今年的8月 向内阁提成最佳的贷款偿还接至建议 教育部长马智里说 将会把PTPTN借贷者分为三个例别 既遵从偿还贷款者 懒惰借贷者 以及顽固懒惰借贷者 此外为了对定期还贷者公平些 政府也将会推出优惠以及补贴 鼓励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准时还贷 另外为了让人民不再依赖贷款 教育部也将会推出 国家高等教育储蓄基金SSPN 鼓励人民储蓄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